五角大廈的這個聲明 是非常強硬的 而且這是一個宣示 今天我會對於電影之夜 明天就會告訴 所有的所有的廠商 所有的企業 你只要敢跟中國叩頭 你就得不到美國的幫助了 我們都說美國 有兩個組織是最輕忠的 一個是華爾街 一個是好萊塢 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國防部 他就對好萊塢開刀了 他開刀是什麼 你看他就直接非常強 這個Politico的報導 Pentagon就是國防部 對這個電影制片者說什麼 我們不會幫你 如果你對中國叩頭的話 我們就不會幫你 他可以用叩頭 叩頭這個字其實是什麼 就是這個18世紀的時候 這個洋人來到中國的時候 叩見皇帝那個字 就變成是會來 叩頭的意思 就是從那個時候 有這個英文字 那這個英文字其實 這是馬格爾尼來的時候 其實這個英文字是有點貶利 就是你就跟他對 卑躬屈膝 如果你對中國 卑躬屈膝的時候 我絕對不會幫你這個狀況 他們有兩個條件 一個條件是說 如果你這個影片裡面來說 你有配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要求 然後配合他們宣傳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幫助你 另外一個是什麼 如果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如果你收到了 來自中國的審查要求的話 你要跟我講 你有沒有配合中國的審查要求 所以這兩個條件 他加得非常嚴格 簡單的說啦 你不能夠幫中國 然後你也不能夠說中國的好話 然後如果中國要求你下架什麼東西 你也不能夠下架 所以那就是等於是說 好你未來好人物拍片的時候 你要遵守我美國的規則 我美國說了算 那你說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簡單的一句話 這從去年到現在為止 哇這個所謂Top Gun賣得非常好 那Top Gun呢 為什麼要賣那麼好 因為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看到Tom Cruise在開這個F48的時候 哇看起來好像真的在裡面開飛機的狀況 然後這個說了 他提供真的飛機嗎 對 提供真的飛機讓你開啊 而且美國還提供了非常多的幫助啊 他可以提供其他的飛機啊 提供航空母艦給你啊 票房才會這麼好啊 那問題是你為什麼會這麼好 因為很簡單 你獲得美國國防部的幫助 那美國國防部怎麼幫助他 我們現在看 第一集的時候 其實Tom Cruise的這個飛行夾克 後面貼的這樣 有美國 日本還有台灣的國旗嘛 就第二集 原本一開始的預告片 這是預告片的時候呢 預告片你仔細看哦 他的這個衣服一模一樣衣服 但是美國還有 但是這兩個日本跟這個台灣 已經不見了 做完美國就沒了 為什麼不見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第二集一開始的投資方有中國騰訊 那中國騰訊在這裡面的時候 他就說 他剛剛有騰訊投資 對 一開始的時候 那你這個兩個國家 他們當然覺得這個非常的尷尬嘛 那這樣 就沒想到後來呢 可能是美國國防部跟騰訊 兩個互相的角力之後 後來呢 這個騰訊就退出 騰訊退出之後 又恢復成這個樣子 所以真正電影上映的時候 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可想而知 所以他們剛剛就已經有中美角力了 對 那可想而知 這部影片的話 在中國當然是沒辦法上映 但是問題是 他沒有中國市場 照樣表現得非常好 所以這就給了一個 非常好的示範嘛 這個示範是什麼 未來好萊塢 可能都會聽國防部的話 而且你想想 這只是第一步 這也是美國態度的第一步 今天我可以對好萊塢這樣講 我明天就可以對華爾街這樣講 我可以對所有企業這樣講 今天很簡單 在中美對抗的狀況下 你給我到底在哪一邊 對 所以我講 最有好的兩個單位 一個好萊塢 一個是這個華爾街 我相信接下來 美國又會很多方法 讓他聽命於美國 好 那為什麼這個樣子 你看事實上我們都說了 中國有大外宣對不對 大內宣 大外宣 央視可能很多 這個媒體跟這個中國配合對不對 美國其實也差不多 美國也有 美國好萊塢 他們跟什麼 他們要借東西啊 借器材的時候跟誰借 不好意思 他們美國每一個軍種 包括陸軍啊 還有什麼海岸軍方隊 他們都有自己的 好萊塢聯絡辦公室 就是這個 你看 EOS Air Force Entertainment Lawson Office 這是什麼 這就是美國空軍的 他的這個娛樂聯絡辦公室的 官方臉書 娛樂聯絡辦公室 對 你看 他有這個 你看 Logo 好萊塢 然後空軍這樣一個狀況 他就是這樣 那裡面的 所以這是空軍 專門for好萊塢的辦公室 對 那他裡面 他有 他這個辦公室是由 負責公共事務的 這個助理國防部 國防部也有 所以他各個軍種 也有作為電影聯繫的辦公室 然後他們就提出 具體的這個計畫 也就是說 你目前為止來說 你只要 我是電影製片 我製片我就聯絡 譬如說我需要海軍 我需要海軍 這個相關的單位 我要空軍 我就跟公軍的這個地方的單位去實習 我要入軍就是這樣 然後遞出方案之後 你讓我 我覺得OK 我們就可以來互相合作 他說呢 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軍方已經有支持過 好萊塢派一千部 一千部包括說什麼 鋼鐵人 X戰警 變形金剛 還有侏羅紀公園2等等 3等等 連侏羅紀公園 美國都有軍方 而且他說美國軍方 從1911年一次大戰之前 就已經開始 在如果你各種的這個軍教片裡面 或者這種真正片裡面 我們都願意跟你合作 所以就知道事實上 這個目前美國軍方 可能某些程度 就用這種好萊塢來 置入很多美國的這個想法在裡面 而且 我看了你講 我才知道說 原來在二戰期間 對 美國軍方是把好萊塢 視為好萊塢 對呀 視為軍事工業 當然了 那當時不是拍了很多這種 真兵的這種各式各樣的廣告啊 電影之類 好那你知道 軍事工業 而且美國有非常多的名碼標價 所以你要借可以 譬如說 租一台核戰蛇的空中1號的 這個E4B的空中指揮機 要7.2萬一個小時 然後一架B1B的遠程轟炸機 是5萬塊一個小時 然後一個阿帕西空中直升機來說的話 是1小時1萬塊 那F-16C來說的話 是1小時1萬塊 那他還包括飛行員的使用費 所以那他們都有標價非常清楚 你要怎麼樣 全球鷹也是8000塊 他們都有標價 那這支來這個 這個湯姆克魯斯租的是什麼 他是FA18嘛 這個FS8的這個 一小時租金是33萬 那33萬問題是 就合台幣33萬 對 合台幣33萬 美金大概是1萬1千塊左右 那你知道事實上你要 你要開 你要坐在裡面 你就要接受美國的駕駛員的訓練 所以那湯姆克魯斯 他其實有接受訓練 每一個人要拍片 如果你要坐到F-18上面的飛機 每一個人都要受訓 所以他要經過這種訓練 訓練 但當然他們不能夠開啦 開了他們只能站在坐在後面 真正的開了還是飛行員 他們可能 但是他可以坐上去 坐在上面問題是 你拍起來就是很有 那種所謂真實的感覺嘛 那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那事實上 他們就坐在後方 這樣拍片的一個狀況 所以 但是你從最後的結果看起來 他們真的是 很像在裡面駕駛的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他因為你表現太好 他會租你什麼 航空母艦他會租給你 是林肯奧 他會租給你 你說連航空母艦都可以租 都租給你 而且那你要這個 甚至他們辦什麼電影的首映會的時候 他們還還可以 在航空母艦上 而且還沒派這個軍人來當你的臨演 所以那如果你讓 這個國防部爽的時候 開心的時候 他可以動用非常多資源來幫助你 所以為什麼這個 所以他剛才會賣2會賣得那麼好 因為 這個影像真的太逼真的一個狀況嘛 所以你今天能不能得到了 五角大廈的支持 看你又沒有符合五角大廈的口味 對 當然你要吹捧美國嘛 所以你知道 他講什麼 捍衛戰士第一集的時候 有一個畫面是 用F-14擊落了米格機嘛 好 那這個畫面 當然當時這個狀況的時候 1986年那時候 當然這很符合美國的需要嘛 於是美國這樣 他還派出所謂專門的飛行員 來擔任飛行動作的設計 然後還扮演這個 他還扮演一個 這個影片中的 這個蘇聯的飛機的這個戰鬥員 而且你知道這是誰 這是美軍的這個太平洋司令的 海德 威拉德海的這個上將 那威拉德的海軍上將 擔任這個裡面的飛行員 還幫你這個設計動作 等一下 美國前太平洋司令威拉德 他居然去拍過電影 而且還幫你設計動作 說你這個動作不是很好看 我們幫你設計一個一套動作 所以這就是美國 美國就是可以幫你這樣做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的變形金剛2 變形金剛2的時候 因為很多這個來自外星的 這個變形金剛嘛 結果沒想到 他沒有什麼 展示什麼電磁 電磁軌道砲的這個狀況 然後結果沒想到 就把變形金剛裡面的一個 達力神擊穿 結果沒想到 美國就說你這個太好了 你在宣揚我們這個電磁砲的威力 結果美國就很開心 沒有開心 你知道這個場景是什麼地方嗎 這場景是美國的這個飛彈 新墨西哥的這個白砂導彈試驗 這很大的 對 白砂導彈中心 最後就讓你這個大決戰 然後他還動用什麼 你這個場面看起來很寒酸 那怎麼辦 我就動用A10 F16 還有M1 A2 M1 A2的坦克 全部都去 然後甚至還拍很多 軍人去當這個臨時演員 所以整個畫面看起來就不一樣 就是因為 美國在幫你 好那這是正面的 你配合美國國防部 然後另外一個 有一個叫驚爆13天 這是什麼 這個故事是1962年 古巴危機的時候 一架U2飛到古巴的時候 被古巴擊落 就從這件事情來說 美國國防部說 你拍這個要幹什麼 結果美國國防部就說 我不願意幫你 不願意幫你之後 你知道美國國防部就說 就完全不要幫你 你知道多長 什麼都不給你 對不給 我們講 真實的這個U2飛機 飛行是這樣子的 這個狀況 因為你要帶一個很像是 外太空的這個畫面 但你看 這是電影只能夠做到這樣 根本完全就不真實 那你看 你的駕駛艙裡面來說的話 你看駕駛艙應該是這個樣子 就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 裡面什麼東西就弄成這個樣子 所以完全都是不合格 而且因為他們還要做一些 這個所謂特效 所以成本大增 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 裡面怎樣 改了又改改了又改 然後整個畫面你看 看起來就是很落產的 這個感覺 因為你要模擬在 這個類似外太空這樣飛行 U2是飛得非常高的 完全都沒有符合現狀 所以整個票房 也賣得非常糟糕 這就是你 你讓美國國防部 不開心的時候 他就完全不理你的一個狀況 U2他是非常高空 而且他長期滯空 他要怎麼講 他要全套的 有人講他根本就是外星人的裝備 所以有一次 U2不小心 等於說降落在一些民間 他怎樣你知道嗎 那個架子也下來了以後 他全身就這樣包著 上面還有一個管子 對 他以為外星人來了 但是因為你不知道是怎麼樣的狀況 所以你看模擬起來是完全不一樣 大家看的電影都不想去看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知道這一次這個好萊塢電影的 這個Top Gun在拍的時候 因為它裡面不是有一個叫 Dark Star的那個超高速 超高音速的這個飛行器嗎 這個湯庫庫庫去飛嘛 結果他們就說 這個後來美國國防部有跟他說 說你們在飛這個 因為他這台飛機是模擬 這個美國目前在研發中的 SR SR-72這個超高音速的飛機 結果沒想到 中國的衛星居然就動到這個地方 去看你這個到底是不是 真的是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他們就說 美國國防部有告訴我們 說這個中國軍方在盯著我們 在拍片 所以事實上中國軍方也知道 你好人會拍片 很多搞不好就是真的武器 所以為什麼他會盯著你 主要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而且現在美國五角大賽 不是說 我只有等於說 我只是無聊來的 我只是去兇我的電影製片商 說你不可以去跟中國叩頭 現在連美國軍方 對中國都越來越兇了 現在米利最近又講 他說我要讓習近平 每天醒來就知道 今天不是你犯台的那一天 對 沒錯 米利在最近的時候 接受這個美國的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什麼 他說解放軍攻進台灣 進攻台灣並非成定局 他說雖然有2027年說解放軍 這個習近平要求解放軍做好準備 但是他說他沒有跡象 習近平可能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為什麼 因為他目前為止你看 從6月為止來說 美國已經出動了54架的大型偵察機 在南海這邊抵近偵察 然後比5月的時候46架還要增加 也就是美國現在怎麼樣 他就每天給你抵近偵察 每天給你抵近偵察 每天這樣子 他就在這個地方這樣給你洗淋龍 所以就這個每天都來 每天都來 每天都來 然後不同價值你看 有RC-135V RC-135U 然後RC-135S-P8A 然後MQ-4C 然後EP-31你看 每天不同的飛機上 飛來飛去 然後完全就是讓你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飛什麼飛機來 然後他就是 而且人家就說這是美軍公佈了 他說實際數目都比這個更多 那為什麼這樣 米利說得非常清楚 他要確保習近平每天醒來都說 今天還不是攻打台灣的那一天 而且那個決定永遠不會來到 所以事實上現在美國 真的是防中國要入侵台灣的一個狀況 好 所以董事長 你說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動作 是美國五角大廈警告他的好萊塢 警告他所有的電影製片商 你如果敢跟中國叩頭的話 你再也得不到美國五角大廈 所有的資助 你說這是很兇很玩 真的 所以表示說 美國的片商想要賣他的影片 到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是一個非常大的 而且目前越來越成長的一個市場 那在美國的這個 所以這個片商在中國壓力的情況之下 就把這個做小動作 就把中華民國的國旗 跟日本的國旗也改掉了 就故意把它模糊化 做這種小動作 然後讓它能夠開放到 到這個中國大陸市場 可是這種事情 對中國大陸這個有特別意義嗎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美國在二戰的時候 它有個叫虛擬部隊 虛擬部隊就是有好萊塢的那些 道具商來做的 做什麼 我就做假大炮 我就做假坦克 我就做假飛機 我就放在那邊 讓德軍來偵查 以為是假的 用假的來糊弄你 當時美國的製片商 當時美國好萊塢的所有的道具公司 是完全接受美國國王不管制的 所以表示你看 美國看起來是個民主國家 結果搞了半天 它的軍人的勢力無所不在 無所不在 無所不在 所以那今天這個情況來講的話 那好萊塢一定會配合它 因為好萊塢非配合它不可 可是它這個就變得很尷尬 因為中國的那個 整個的購片的審查制度 也非常嚴格 而且很不容易 那市場非常大 你一個片子一賣得好的話 就幾億人民幣 十幾億人民幣 所以我覺得這個片商 在這個尷尬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產生一種新的妥協出來 好 宇軒 剛才講的 現在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好到讓我們有一點驚訝的是 現在最近他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台北航空站 台北航空站居然有一個美國管 就是美國的整個所謂的航太商 美國的軍工產業 多到美國自己 要設立一個管才夠了 對 保育哥這完全是盛況空前 因為我講之前在2019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講說什麼 說哎呀 我們有160個廠商 那個時候就叫盛大舉辦了 結果今年有幾個 今年竟然高達240個廠商 所以你看這個倍率差多少 完全差三分之一 而且當中最為重點是什麼 重點在於說 美國自己把自己的場管 也就是說有一個美國管之外 不只旁邊還有一些洛克希的馬丁 到這個背衣系統 到這個L3 HIRIS 甚至許多跟台灣從F16 甚至到F35相關的廠商 通通都進駐在這邊 而且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點 共同點在於什麼 剛好都是前一陣子 大家討論到說 美國軍火商來跟台灣談 無人機合作 完全全都是同一批廠商 那他們現在等於說 我們在航太上面 在軍工產業 甚至在所謂的坦克的 這種裝甲產業 基本上都來了 對 所以他完全密切合作 我來念念給大家聽好了 包括其中來了什麼 低軌衛星廠 大家最為熟知的 心電計畫 以及F22戰機塗料供應商 CBOL F35供應商ThinkLogic 包括F35等等 這部概念的才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我們台灣沒有F35 我們台灣也買不到F35 可是你說 很多F35的供應商 居然參加這一次台北的航太戰 對 所以他當然有一定的 宣示意味在裡面 因為我剛才講到的是F35 它是供應商是非常多的 而且還有什麼 還有真的跟台灣息息相關的 我講一個好了 GE GE是什麼 前一陣子漢翔說 接到了動力零組件 350億元的大訂單 誰給的 GE給的 對 沒有錯 而且不只是GE 還包括說 像是我們大家最為熟知的 你像這個AeroVirament 大家想AeroVirament是誰 AeroVirament正是 先前也有參加無人機的廠商 並且在全世界提供只有三個國家 美國 烏克蘭 台灣告訴第三個 提供什麼 Drunk20 也就是最新型態的無人機 你說Drunk20是他們做的 對 Drunk20他們做 而且好 你如果說Drunk20 這個好像有點陌生 沒關係 我唸一個大家絕對知道 彈簧刀 在烏克蘭 完全發揮戰場上 出出奇效的彈簧刀 也是有這家AeroVirament所製作的 那你說他現在提供這個 所以給我們Drunk20 是跟台灣刀是同一家廠商 同一家廠商 所以他是經過實戰測試過 具有可行性 並且具有在戰場上 得以驗證的效果 而這個Drunk20最為特別是什麼 Drunk20是美國現在連所謂的旅級別 原本是用所謂的RQ7 現在都要把AQ7切換掉 通通改為用新的Drunk20 那你想這個Drunk20 到底他厲害在哪裡 這個Drunk20他厲害在哪裡 包括說台灣講 駝鑑劍 大家有沒有聽過 駝鑑級的劍別 他是小騷的劍體 他連駝鑑劍都可以直接上面 垂直起降 因為他用的是所謂的螺旋槳 四個螺旋槳系統 所以變成是靈活性高 而且就是Drunk20 對 功能很多 對 而且他最為特別在哪裡 然後你說現在是美軍已經配給台灣了 對 美軍配給台灣 而且是無償配給台灣 對 所以大家就知道這什麼概念嗎 想說美國是特別要把這個東西送給台灣嗎 其實也不是 他類似試車的概念 哎呀 今天我先把一組的Drunk20 提供給你台灣 你試用看看 看合不合用 如果喜歡的話 因為現在彈簧到了訂單 台灣已經準備要跟美國買了 如果要的話 我們連這個Drunk20 都可以賣給你 那你說哎 那Drunk20 資於台灣真正的作用再來 我直接舉個例子好了 過去台灣在台灣海峽 如果有這個共軍的艦艇 在台灣海峽中巡弋的話 很麻煩 因為我們徵收有問題 甚至要派所謂的巡航艦 去附近看看他相關狀況 但未來不用了 只要透過這個Drunk20 一個小時喔 一個小時之內 直接可以立即戰備整備完畢 直接起飛 並且呢用所謂的時速 差不多90公里 到他附近 熱向也好 艱徵也好 光學偵測也好 通通都有 直接把大陸艦艇的狀況 全都錄 經由這樣子 所謂偵查之後 再來判斷說 我是要用相對應的 什麼樣的艦艇 什麼樣的飛機 進行去所謂的驅離也好 檢測也好 所以他等於是可以省下 非常龐大的資源 所以說我們雖然有MQ-9 可是MQ-9它是一個大範圍的 這個Drunk20就等於說 在這個小範圍 我可以跟精準的來判斷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戰艦 到底離我們多遠 我到底要用什麼方式 把它給擊垮掉 對 沒有錯 而且他精準在於說 他真的又快又便宜 而且成本又低 我講現在台灣 可以使用的無人機當中 沒有一款可以像這樣子 一個小時就起降 甚至是呢 直接從所謂的 更小型的艦艇 駝漿艦 我剛才特別講到駝漿 從駝漿艦 都可以直接從那個地方起飛 然後而且完全不需要跑道 也不需要任何的助力 所以他等於是 在CP值上來講 魂藍天城優於其他的無人機非常多 所以跟他講的 所以這次 最神秘的是F16 F35 雷神 愛國者飛彈 這些廠商 竟然竟然這次都來了 對 所以為什麼要講到說 好 你看喔 這一次包括所有的雷神也好 大家說都有廣為人資的 那你說其實不只是這樣子 像是F16 有一個叫做所謂的 複蛇之盾 什麼意思 它是所謂一個電戰干擾系統 那還有另外一款大家比較為熟知的 就是所謂我們這個 電戰夾艙 現在F16 大家講說F16改 就是要裝這個夾艙 分別兩家廠商 L3 Harris 跟這個諾斯諾普 通通都來了 所以大家會不心思考 這一次不只是所謂的 無人機的產業 整個產業鏈搬到台灣 展示給大家看 對於下一代戰機 以及台灣未來 包括F16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到底相關升級的配備 以及廠商都第一時間 大團結 大家直接大拜拜 來到台灣演給你看 好 但是我聽過裡面 最早提說 台灣要注意到了軍工股 軍工股會變成了一個 台灣非常特別的一個項目 大家上次講 怎麼可能 果然現在軍工股 真的越來越成熟嗎 這次台灣有航空戰 真的 我們等於說 第一個我們去巴黎 航空戰 我們有台灣館 這次台灣有航空戰 居然有一個美國館 而且今天你做F35的 做F16的 做這個時候的最先進的 竟然都來台灣了 本來在美國的這個 軍工產業裡面 就有很多是台灣的這個供應鏈嘛 所以他們 他們當然希望說 越來越跟台灣 互相合作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講 事實上這一次我們不是講 巴黎航空展的時候 漢翔不是去了嗎 那其實媒體沒有報導是說 因為他這一次去 歐洲的時候 展獲了約莫是折合 一億美金左右的這個訂單 那這個訂單裡面來說的話 是獲得什麼 空巴的這個訂單 它是單走到客機的 單走到客機的這個 零組件的這個訂單 那我們講 漢翔主要做什麼 他除了這個相關的 這個一些零組件之外 它其實很多在發動機這個裡面 發動機裡面來說 包括說像這個 包括壓柱件的這個軸承的部分 燃燒段的這個結構件 還有渦輪段的支撐部件等等 這些都需要非常多 其實台灣沒辦法做到整機 但是裡面很多特殊的這個材料 特殊的這個零組件來說 台灣是可以做的 那漢翔目前為止在國外是做得非常好 但還有一家公司呢 其實我們比較少講 那就是祝榮 祝榮這家公司就是這個祝榮 祝榮的董事長 祝榮 對 祝榮 那事實上這個非常有意思 為什麼 因為最近的時候 剛好有國內有參訪團去那邊 那參訪團去那邊的時候 這個董事長王昆生呢 他沒有未婚 然後他過一個人的生活 然後最比較有意思的是說 他不請司機自己開車 而且他們的警衛 他們門口沒有請警衛 就是說你來的時候你要打電話給他 然後他就親自出來 幫你開車出來 幫你按這個遙控器 他們有愛情問題嗎 他們公司非常非常的小 而且他們公司呢 是採用所謂的司徒制 所以他們公司大概都是請當地的人 那這樣 然後技術都是一代傳一代的這個狀況 好 那因為他的毛利非常高 我們剛才不是講的成田 成田他其實獲利很少 獲利大概約莫是大概只有十幾% 但是這個祝榮的毛利是44% 那為什麼能夠做到這樣的狀況 我跟大家講 事實上這家公司非常有意思 他2001年以前呢 他是做什麼 他做船的 做船的一些零組件 然後後來2001年之後 王坤升進來之後呢 他就說我們現在要朝航太去發展 結果他就開始認證 他從2001年開始認證 到了2012年的時候 才通過這個賽峰 我們剛才講 引擎的一家公司賽峰的認證 就是法國的賽峰 認證之後才開始打進空巴 才開始打進這個所謂相關的波音 所以你看他光是認證起認證了11年的時間 那他做了很多是這種鋁建 鋁建他引進很多特別的這個 這個製程 你知道他那個鋁建是一體成型的鋁建 然後他同時表面的這個處理太難 所以他有一部分的製程是到日本去做 然後再回來 那鋁建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我講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他們這個鋁建你要怎麼鑑定他的強弱呢 在航太產業裡面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字 叫做租籍 租籍是什麼用租 他會用一個大概約莫之數千顆的這個 這個鋁豬 快速去擠你的這個飛機 對租籍一直不斷地打 打打強化 你要確定到說你這個是夠強韌的 而且經過這個上萬 上千萬次這個租籍之後沒有問題的 這才是合格 所以我才跟你說為什麼認證會那麼差 因為他有很多我們平常 我們一般在做產業不會看過的東西 像租籍這個東西 就只有在航太產業才會出現 那也因為非常的困難 所以他的毛利率才會這麼的高 那他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公司 我們在講說 中國的人民幣跌跌不休 可是奇怪的是 你是人民幣管制啊 你可以管制為什麼還跌成這個樣子 現在出現了 所有拿到人民幣的國家 都在幹嘛 拼命要把人民幣給賣掉 現在俄羅斯在賣人民幣 阿根廷也在賣人民幣 也就是我本來想說我給你用人民幣交易 沒有錯我把人民交出去了 可是拿到人民幣的都要拼命賣 這個時候人民幣就大跌了 所以中國真的遇到金光黨 什麼意思呢 大家都發現說 好像包括俄羅斯阿根廷這些國家 都願意讓你的人民幣國際化 結果人家的盤算不是這樣打的 他們怎麼樣呢 他們是說 喔 對我願意來給你 支持你的人民幣國際化 但事實上 他是用你的人民幣拿去換美元 以他們那個普丁來講 他們說目前為止 普丁過去一年 光是拋售大概價值 45億美元的人民幣耶 然後為什麼他拋售人民幣呢 45億美元 對 因為他為什麼要拋售 45億美元的人民幣這樣的價值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最終的目的 他是要拿人民幣換成美元之後 用美元拿去護盤他的蘆布 所以他最終的目的 所以說他能用的還是美金 他能用美金 而且他為了美金來支撐 他從外面來支撐 他自己的蘆布的一個匯率 所以到非常荒謬的一件事情 到後來原來他們要跟你 看起來是要為了你好了 支持你的人民幣國際化 但到說到底是 其實是把你當成提款機在用 因為只有用這種方式的話 才能讓他們自己的經濟比較好 比如說你看看右邊那個圖 他就會在講到說 退出中國金融市場的投資金額 你看到包括多少 你看在2022年第三季 跟2023年的第一季 全部都是呈現一個複數 複數的意思就是 這些資金不斷地去撤離到中國 那也就是因為包括幾點 第一點就是說 中國自己本身的外銷訂單減少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中國外資在撤離的情況之下 也會把這些中國的資產相關的 儲分掉 所以總統測資的行為 就會影響到人民幣的匯率 所以他們說人民幣在過去 2023年以來 竟然已經貶值了5% 那貶值了5% 除了這些相關的一個 我們剛剛提到的 外銷訂單的減少 以及自己的外資在撤離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原來就是中國自己本身 不斷地去跟阿根廷跟俄羅斯 去簽訂這種所謂的貨幣互換 結果你知道嗎 他們因為這樣子而增加了人民幣 在海外市場的一個供給量 所以這些國家在不斷地 出售人民幣的情況之下 它等於是人民幣的匯率 是從離岸市場開始崩跌 崩跌的時候 然後帶動了自己 在岸市場的一個價格 所以他們就說現在 從2005年人民幣 可以相關的管制開放之後 現在的人民幣 已經是歷史上第二低的 他們兌換 歷史第二低 歷史第二低 最低是去年 我覺得你不懂說 照理講 他因為他上次第一次 我要去出口 我要去搶我的出口 我要強化我的出口 所以我讓他人民幣 有益的貶值 可是這一次 中國明明已經要去 穩住你的人民幣 為什麼你還跌跌不休 搞了半天 是你的人民幣 現在國外太多了 國外太多 你已經不能控制了 大家大賣的狀況下 你只能跌了 而且我跟你講 這真的非常荒謬 他們就說以前人民幣 因為不能這樣自由的 在國外 所以他們其實 有一種程度上 反而讓人民幣可以 相對來講比較穩定 對 結果現在你因為要自己去推了 就是拿石頭砸自己腳 你推了一個跟其他國家 貨幣互換 結果無形之中 你知道他增加了多少供給量嗎 包括以阿根廷來講 真的是太好笑 阿根廷在2020年的時候 跟中國簽訂了一個 他們一個額度 高達1300億人民幣 就是說我們兩個國家 我們兩個可以用 彼此用這個 貨幣互換 交易可以用這個貨幣 所以額度高達1300億元 到了2023年 甚至把這個額度 拉高到1650億元人民幣 兩國的貿易可以最多 用1650億元人民幣 來進行交易 結果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他們第一季 明明兩個國家進口跟出口 整個貿易總額 才320億人民幣 但他說我這個 2023年的整個上限 1650億人民幣 我已經用完了 你錢用去哪裡 就搞老半天 阿根廷他也用 跟俄羅斯同樣的一招 他拿他的人民幣 到市場上去換美金 然後或者是拿美金 再來去換其他的 賺盡辦法 就是為了要把自己的 一個經濟給弄好 包括你知道他們現在最新宣佈 阿根廷的財政部宣佈說 我們要拿27 相當於27億元的一個 美元的人幣 來進行償還給IFF 就是國際相關組織 當然這是他們阿根廷財政部 自己宣佈的 IFF這個國際貨幣組織 到底要不要接受 他這樣子的一個還款計畫 還沒有確定 但顯然來講 阿根廷也一樣是進行這樣的狀況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金額 超級好笑 他就說呢 我跟你講我人民幣呢 這個利息才1塊多 1%多 但是呢如果是用 美國的這樣子的一個利率的話呢 52週期短期 債務的殖利率是5.27% 他拿來這個套利就好啦 所以簡單來講 阿根廷是拿完全不值錢的PiSOL 來換成人民幣 再拿人民幣來去買美元 來為自己來進行互盤 好另外 玉鳳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 法國現在暴動 我們講馬克文不是 一直去拍中國馬屁嗎 對 等於說等於說對中國是好吧 就搞了半天 他現在法國暴動了 法國暴動才想 法國到底說什麼問題 法國原來現在負債這麼嚴重 法國原來現在經濟這麼糟糕 對我們來講說 這個17歲的少年被警察打死之後呢 開始有很多陸陸續續的暴動出來 一開始的暴動 一開始就是搶超市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是連超 連東西都沒得吃啊 所以他們就搶進了超市 搶進超市之後呢 就開始搶郵局 然後ATM也被爆破掉 然後甚至呢到最後 他們非常憤怒的 就是你們外國觀光客都來買什麼 買Louis Vuitton 買LV 所以呢LV也被打砸搶 直接衝的進去 然後年輕人說自己沒有鞋子穿 你們用一些潮牌的鞋子 一雙鞋子要一兩萬的人民 一兩萬的台幣啊 所以呢球鞋也搶了進去 現在來看 到底為什麼這件事情 會讓整個法國一路蔓延開來 就是因為他們真的是太窮了 他已經火燒燎原 全國都有了 對已經全國都有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他債務佔比的GDP 在過去來講的話 有一條線大概是六十 六十六十在這邊 六十是什麼概念呢 六十就是說歐盟設定的 你的全國的這債務呢 不能超過六十 因為歐盟是一個很大的unit 大家都要都要比照辦理 但是呢他從上來之後呢 法國 我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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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衝到了將近一百二十 多一倍 對他的債務是比他的GDP 超過了超過了一百一十二趴 等於說你根本是賺得不夠花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來講的話 有很多很多的年輕人過得很慘 馬克宏上任之後 讓法國負債這麼多 對負債這麼多 而且呢沒有看到經濟有任何起色的一個情況 好現在來講整個移民政策被大家來詬病 很多的在這一次裡面很多的地方的招搶雜 然後呢很多的這些年輕人呢 根本就無家可歸 大家就知道說為什麼上街頭的 這一次大概有三千多人 其中呢去打砸那個圖書館 被逮捕大概都17歲 因為他們根本就是無家可歸啊 很多人是住在哪裡 住在一個廢棄的學校裡面 那你廢棄的學校裡面 有沒有水有沒有電都沒有啊 大家就住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也就是為什麼 在這一次來講一個暴動 其實就是一個一個點火的 一個音子 點火下去之後呢 大家全部都把這個很郁悶的氣給轟起來 轟起來之後呢 你短期之內根本不可能來壓抑 你知道他平常 對 有這麼多人睡在街頭 睡在街頭 甚至呢這些人根本就是無家可歸的 在過去來講的話 你很難想像 法國應該是一個非常繁華的之都 但是很多人根本就是無家可歸 你知道 我知道郭台銘有錢 對 可是我沒有想他這麼有錢 他說欸 現在洪海要發放鼓勵呼吸 發放鼓勵呼吸 他一口氣就可以拿到92億 沒錯 我頭胎轉是幾千年也賺不到92億 沒錯 洪海明天要除息 他每股可以配發在5.3元的這個現金股息 那以郭台銘董事長持有洪海約莫10多%來算的話 他這個約莫是7月28號 他會有這個現金股息92億會入帳 92億到口袋 這都還要扣稅 扣稅掉了 我們幫他預估大概還有60幾億 扣完稅還有60多億 對 他不是只有今年啊 他這幾年都領很多股息 股息都領非常多啊 八九十一七八十一在那邊領啊 而且 未來的這個洪海已經說得非常清楚 他會把賺的錢 所以他每年什麼事都不要做 對 等於說 可以賺九十幾億 對 那所以呢 他當然就有在戰江湖的本錢嘛 錢那麼多對不對 那而且呢 因為他未來洪海的政策就是 他只要賺錢 他就會發放發放現金股息 所以郭台銘不是只有今年能領那麼多 未來每一年都可以領很多 所以領這麼多的話 所以你知道的時候為什麼 很多人很多這個很多國民黨的人 看到他就非常興奮 因為欸寶姐 從7月28號他不要說他自己 目前股票就有約莫折合2000多億台幣啊 他這個現金是入當在現金 這是白花花的現金 對 就入在他的這個賬戶裡面 你就說他有非常多可以做的一件事 你講說欸郭台銘這次是完真的 欸當然啦 現在大家都很希望說他是完真的啦 我們就講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藍軍真的有在拋政見 我看郭台銘也算是一個 而且你知道他拋什麼 他第一個拋什麼 他欸某些程度來說的話 他走出跟這個柯 欸柯文哲 或是跟侯友宜不一樣的路 你看他就直接講高教 他民進黨不是主張說 欸我要補助這個私教 他也說要補助 欸他其實某種種程度 他跟民進黨的路線是很像 跟國民黨跟民眾黨反而不一樣 但是他跟民進黨又不一樣 那同時他還狂轟所謂三加一政策 那三加一政策 他0到6歲都國家養了 養你個大學生算什麼 所以你知道我們這一次 之前美麗島店 不是有做一個專題嗎 做一個調查 大家最在意的 現在任總統要拼什麼 拼經濟嘛 那如果你用拼經濟 你看他丟一些所謂經濟 類似經濟的議題出來 然後再加上說你看 他還真的是自己經濟拼得非常好 有92億的現金入袋 那當然某些程度來說大家就會認為說 他在並經濟的議題上面 可能會對他是個加分 那再加上說到目前為止 你看他現在 在重出江湖什麼意思 他現在開始要去走透透啊 那以他的這個資源來說 你看今天已經收編了一個啊 這個台南市的這個利益 王家貞 你看他已經 沒有人要看他 他自己去了 那自己去的時候 搞不好資源下 然後他有曝光度出來的時候 他如果這樣全台走透透的時候 搞不好會被他搞出不一樣的名堂出來啊 今天根本沒有人認識王家貞 對 那如果大家看到王家貞這個樣子 大家都要比照辦理 當然要比照辦理 然後如果陸陸續續這樣走一圈 收編了之後呢 這個7月23號 國民黨的全台會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誰也不知道 所以董事長 這也太撲朔迷離了吧 而且都是你害的 不是 他跟我什麼關係啊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就擺明了嘛 就是泛律這個跟泛男之間 現在出現一個儲和漢界嘛 那現在 儲和漢界 對 整個總的情況來看的話 如果現在出現四咖來比賽的話 大概就是確保賴清德會當選嘛 對不對 那現在唯一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唯一的逃生的這個勝利方程式是什麼 就很簡單嘛 這三個要坐下來談嘛 就是郭台銘 柯文哲 還有何友宜三個要合作嘛 對啊 三個合作他們就會贏啊 三個他們自己不是不合作就輸啊 就那麼簡單 跟怎麼合作啊 誰要讓啊 誰要當老大 這個政治本身就是妥協的藝術 政治就兩件事情嘛 一個妥協 一個堅持 你該堅持要堅持 該妥協要妥協 那郭台銘是企業家出身的嘛 對啊 郭台銘企業家出身對這個精良 對這個算盤 對這個妥協這個事情 是他擅長的嘛 我想認為他一定有 可是不是講說他要去支持 國民黨TPT候選人了吧 對啊 這可是不管怎麼講 現在我們已經長達 將近有四五個月的民調 已經看出來了嘛 就是白藍的民調 跟綠的民調已經變成不相干 一刀切了 一刀切嘛 各自有這個上漲 這個跟下跌的幅度 對 完全不行 有很少部分的 不交流了 有一點很小的交流啦 那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在這個白藍部分 總和的民調數有50%嘛 那50遠大於賴清德的35啊 那三個人談好不就好了嗎 三個人談好不就面對 哪有這麼簡單談的 都談不攏啊 當時第一個提出來 所謂的非綠大聯盟 是誰提的啊 誰提的 朱立倫啊 那這個聯合政府誰提的啊 柯平提的 柯平提的 所以都在講整合不是嗎 都是 都是 以前阿扁這什麼 衝突妥協進步 我衝突 你妥協 大家進步 對啊 你都這樣搞啊 那現在這個機會還在啊 現在還有 將近有好幾個月的時間 現在目前看起來 三個單位每 都 現在都 三個單位都已經開始 這個 準備向前衝刺嘛 那今天的第一個新同學是誰呢 是郭台銘嘛 那郭台銘他只要 他很簡單 他只要開始準備好 他只要自己 裝盡自強 去取得門票 那就三咖 坐下來談 這談好 台灣不就是 妥協進步了嗎 好 瑞德 你上次來講說 郭台銘已經招兵賣嘛 我想真的假的 我都酸了 他招兵賣什麼嘛 結果 今天又去台南說 我要回到江湖了 我今天剛好跟民眾黨 也就是柯文哲 柯批的民眾黨的相關的發言人 一起上節目 他們直接了當地講 在國民黨的7月23號全代會之前 那麼他們絕對不會跟郭台銘見面 不想讓郭台銘利用作為相關的這個等於說 做文章嘛 那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呢 這個禮拜會有三個民調出來 這三個民調裡面呢 有做沙喀都的 也有跟這個美麗島電子報民調這個 吳梓嘉董事長他們一樣的做西喀都的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呢 沙喀都的話呢 據我所知 那麼侯友宜的民調還是老三 然後呢這幾個民調他還是老三 他的民調大概落在17 8%左右 有一個民調可能高一點 可能會有20%左右啊 不過在做四喀都的情況之下呢 他還是跟沒有宣布要選總統的郭台銘 一模一樣的高 就跟美麗島電子報一樣高嘛 沒有啊 問題是 郭台銘還沒有宣布要選總統耶 他的民調已經跟侯友宜 已經國民黨提名徵召要選總統的 一樣高耶 那大家會認為說 很多人都會評論認為郭台銘不會出來 為什麼 出來你就第四名嘛 而且你一定落選了嘛 其實要拴牙不是要拴輸的嘛 請問一下他今天到台南去 講了一句什麼話你有沒有聽到 他說 因為當時台南的這個等於說 立委候選人國民黨的說 下次 因為這次去他的服務處嘛 下次要請郭台銘直接站台 郭台銘講了一句話 國民黨禁止我上台助選啊 請問一下 郭台銘現在加入國民黨沒有 沒有 請問郭台銘宣布要選總統沒有 沒有 那國民黨為什麼會禁止 郭台銘上台助講 只有一個狀況 是郭台銘宣布要選總統 他才會禁止他上台嘛 郭台銘現在在這個相關的這個等於說 端午節連續假期裡面 他跟他的陣營打了多少電話 給泛藍跟這些無黨籍的人啊 然後呢 包括送的禮物是侯友宜的兩倍大 你知道嗎 這些東西招兵買馬 我問你我沒事做 就算我有錢好不好 我沒事做請一個新聞聯絡人啊 我沒事做找來馬英九 當時的政務官啊 我沒事做搞了一個小型的 國政顧問團都已經出來了嘛 那至於你說郭台銘出來 今天國民黨跟侯友宜的這個陣營 不是說官公講義氣啊 我們都是官公兄弟啊 你不是說你在這個等於說 侯友宜的面前講說 如果是侯友宜出來的話 你就會力挺他嗎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官雲常當時曹操對他有多好 但是他聽到了劉備以後 掛印封金美人房金 什麼都不要了 還弄了一個仕途嘛 還劉備送給他的 我可以去找我大哥嘛 今天官公講的是道義 講的是忠義 是你國民黨的領導階層 對不起我 而我什麼事都沒做 一出來 兩個 我跟你講喔 我郭台銘的民調也好 跟他得票數也好 他不用 一定要贏 他只要贏一個人就好了 侯友宜 因為現在不管怎麼做 兩個人的民調加起來 都超過30%以上 我問你啊 如果郭台銘認為 是我出現的話 我才夠強大的話呢 出來了以後 我代表國民黨 是不是有機會 跟賴清德PK嘛 而我還可以 各位 有一個事實是 只要郭台銘一出來 柯文哲的民調 立刻掉大概8到9% 這是事實嘛 所以唯有 郭台銘可以從 那麼柯文哲的 白色的力量那邊 拉回民調 然後再加上 他相關的藍營的民調 他們現在以正男之君 我告訴你 他也不會另外組黨 他們現在打的口號是 區立委支持國民黨 政黨票支持國民黨 我們才是真正的正男 所以你認為他會不會選 我不知道 但是他有八成的以上的機會 真的有可能會跳出來啊 好 宇軒 你說現在郭台銘 這相裝五件意在佩弓 對啊 但是我說 郭台銘他到底出來 他其實講一句話就好了 在國家大一面前 我們不須談兒女思 什麼意思 宇軒的確啦 我這個跟你兄弟之情 我曾經答應過你 但現在眼見著 下架民進黨出現危機 這不是郭台銘一個人講的 連韓國瑜都這樣講 韓國瑜那天在致死之後 講說什麼 現在深藍陷入一個叫做 集體焦慮的一個現況跟現象 所以我們剛才討論很多 到底郭台銘有沒有可能出來 我講白了 如果他沒有要出來 他為什麼要找 前國民黨 前馬辦秘書的人 來當發言人 他為什麼要到處去跟 整個議長協同 甚至還有人跳出來說 我來幫你連署 簡單 easy 為什麼要逃去 可是他不是不打沒有把握的仗嗎 他真的覺得他會贏嗎 對 所以這就回到一個重點 郭台銘自始至終 深信自己會贏嗎 他有天命嗎 對 他深信自己會贏嗎 他不是那個龍賴嗎 他那個什麼螺絲勒 對 即便他頭上 投足影員啊 頭上龍脈都被螺絲釘拴住 但他還是認為自己是會贏嘛 所以你看喔 回到過去5月17號的時候 他發生什麼事情 蛤 為什麼新郎不是我 深信應該要被徵召的是自己 那沒關係 現在到了十字今日 就算他身邊的人 你如果敢說 哎呀這個董事長 恐怕不會贏 來不好意思請你出去 就是要講一句話 來董事長有信心 有把握 有勝算 我們挺你到底 所以他現在身邊圍繞著 確實就是存在這樣子的一個人 只有一個聲音 一個動作 一個腳步 對 就叫做我要選總統 這就是他終極的一個目標嘛 是 現在普天間結束 我要把這個瓦格納集團 我要不給吃掉 對 所以他進去了以後 發現他吃不掉 對 而且我發現普利格金 比我們想像的更恐怖 而且普利格金最近又跟他單挑 直接罵他說 你對得起推伍軍人嗎 好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其實普丁出手之後 要把瓦格納放到自己的口袋裡面 所以呢 好你看喔 這是他們的一個下面的一個圖騰 下面的圖騰 工作人員已經拿刮刀出來 慢慢的刮刮刮刮刮刮 你看中間的W沒了 已經不見了 然後現在旁邊的 要一個一個刮掉 可是外牆上面的這個瓦格納的公司 已經被拿掉 拿掉之後你會覺得說 哇那沒問題嘛 普利格金把公司給放進來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說現在普丁已經把瓦格納所有的標誌 都去除掉了 對 已經去除掉了 可是一進去才發現 哇 太可怕了 普利格金等於是一個太上皇一樣 等於是一個總裁一樣 下面的康扣這個協和集團裡面 最厲害的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是什麼 僱傭兵 僱傭兵裡面一查下去 發現有很多人其實 他自己身邊的人 是僱傭兵裡面的VIP 到底做了什麼任務不知道 然後另外這邊呢 就是在非洲在敘利亞這邊 這個東西呢 其實很多東西都根本查不清楚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任務 然後最可怕的是說 其實普丁養了他非常多 在整個合約清算之後呢 竟然發現給了多少錢 1.7兆的盧布 1.7兆盧布來養大的普利格金 總共折合6千億的一個台幣 那現在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要講普利格金 他到底怎麼樣變成是一個跨國集團 一個很可怕的一個怪獸公司的一個大老闆 這是2011年的11月11號 這個時候是第一次有畫面 這是路透社拍到的 好普丁要吃飯 你看這個嘴巴非常的挑啊 然後旁邊來上餐的 大家覺得很奇怪 並不是一般的服務生 是一個穿西裝打領帶的 這個人是誰 正式的 對這就是普利格金 正式的月上的一個國際版面 然後呢每一次經過的時候呢 都有他 他們說啊普利格金非常的挑嘴 而且他也去幫普丁設想很多的事情 如果今天不只是我幫他上菜 其他的服務生要上菜 你除了他的體態要好之外 還要撤謊 而且還要撤謊說 你的忠誠調查 然後你的身家背景 然後最重要的是 有一個命題 一定要問的 就是說你是否 曾想過要傷害俄羅斯總統 20幾年來都是普丁 所以任何人要服務普丁的普利格金 都會對他撤謊 對都會對他撤謊 而且呢你知道嗎 他反正 他都不留下任何的痕跡 他說啊有一個服務生 他跳出來講 亞利桑達跳出來講 他們這些人都收什麼 收現金 然後呢如果你不合他的意 他就會直接罵你 然後一拳把你打在臉上 然後呢甚至你下一場就不見了 甚至他們懷疑說 是不是就被他給做掉了 所以現在要來吃掉這個瓦格納 其實沒有普丁想得那麼容易 太離譜了 你 jaką說我 你能看到他要過來